过去,有一位贫穷的人起了一个念头,我应当到天神庙去祭拜天神,祈求上天赐我财宝。 于是,他告诉弟弟,你要勤劳地耕作以维持生活,不要让家里有所短缺。 说完,他便带着弟弟到田里,对弟弟说,这一区播种胡麻,那一区播种大小麦,那一边播种和谷乙集大豆等。 交代完毕,他便前去天神庙举办大斋会,以香华供养,香泥涂地,昼夜礼拜天神,祈求天神赐福,使今生今世财宝丰足。 天神看到哥哥这般虔诚祈求,便思维,我看看这个人过去是否曾有不失的功德姻缘。 若有少许不失功德,我就一其所求而满其愿。 结果,天神却发现这个人从过去到现在,完全没有不失姻缘。 心想,这个人既无姻缘,却又一直向我祈求,做这么大的摘毁仪式,如果得不到好处,一定会认我,我该如何是好呢? 于是,天神化身为弟弟来到天神庙。 哥哥说,你不是在播种,耕作吗? 为什么到这里来? 化身的弟弟回答,我也想来求天神,礼拜天神,使天神欢喜,求一,求十。 以天神之力,必然会使田中古脉丰足,我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地耕种了。 哥哥责备弟弟,四海大地,一切处所,哪里有不播种,不耕耘,就能有收获的事呢? 化身的弟弟质问其兄,不播种,也不惜心耕耘照顾,真的没办法生长出果实吗? 哥哥回答,实在是如此,不播种,就无法结果。 天神恢复本性,对住哥哥说,你知道不播种,便无法结果。 然而,过去以来你从不肯不失,现今哪能求得福报呢? 虽然你现在很辛苦,自己断食来供养我,但是,不仅对自己徒劳无益,也因打扰我而令我生脑。 如果你想要现世获得丰足,能够拥有财宝,西子及眷属,应当要清静深口,勤修不失。 一切皆是业缘所感,天界的天人,也各有其差别。 假使福报具足,便威得圣茂,福报教少者,威得博少。 所以,世间一切皆因业力所感。 具足实力的佛陀曾开示,不失的财富,持戒升天上,定会的解脱,一切皆有因有果。 如果没有不失的因,如何有福业具足的果? 所以要勤修善业,方能成就善果。 虽然都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,但到自己身上却往往颠倒行事。 求神问天,既求别人给予福业之果,殊不知万事不离因果,神奇也无法被拟因果。 佛法讲,欲知过去因,今生受者是。 欲知来是果,今生做者是。 世间一切事物之成就,必定遵循因果之法则。 知因实果,凡事从因上努力,积极修善断恶,并实时觉察。 反观自新,定能感召光明如意的人生,走向幸福圆满的康庄大道。 典故摘字,大庄言论经卷第十。 感谢观看下次再见。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